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元宵晚会节目单已出 你看哪一台 元宵佳节欢乐多 虽然今天是工作日 但是不少人可能还是会与家人团聚 在家宴中度过一个浓浓节日气氛的元宵节 今天的电视迎评也照例奉上多台元宵晚会和特别节目 以下是节目亮点和内容推荐 易战军的读者们自取吧 文维有已发布的完整节目 可自行查阅 央视2022元宵晚会 播出时间 2月15日20时 播出平台 央视综合频道 综艺频道 中文国际频道 央视频 央视新闻 央视网以及文艺之声广播 看点 晚会聚焦北京冬奥 中国航天 中国女足等热点话题 通过科技与艺术 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创新呈现 为广大受众奉献上一台充满时代感 文化感 科技感的文化大餐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 《冰敦敦雪融融》也来现场闹元宵、古艾玲、武大靖、范可欣、曲春雨、任紫薇等冬奥冠军 向全国观众送上元宵节最美好的祝福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给全球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和平歌儿童表演团体 在晚会上表演的同一首歌 再次引发情感共鸣 夺取2022女足亚洲杯冠军的中国女足 通过云连线方式与现场演员共唱一首《风雨彩虹坑枪玫瑰》 绿音场上永不言气的拼搏精神 把整台晚会的热烈氛围推向高潮 江苏卫视元宵晚会 播出时间 2月15日21时1时分 播出平台 江苏卫视 看点 晚会将兼顾年轻朝气与时代情怀 打造更具吸引力和时代感的节目 在歌舞类节目上 本次晚会将会集全年龄段的《实力唱江》 杨洪基、钟振涛、谢可寅、赖美云、NAME女团唱响经典歌曲以及潮流新声 在贴合欢聚时刻的基础上 唱江们还会以多元百遍的曲风来丰富舞台表演 给观众带去耳目一新的体验 除了喜庆欢腾的歌舞节目 晚会还会有见证奇迹的魔术 以及结合时下热点的特别节目 北京卫视冬奥特别节目 播出时间 2月15日21时 播出平台 北京卫视 看点 当冬奥盛世遇上中国传统元宵节 北京有着别样的喜庆氛围 节目以双奥之城大团圆味主题 将冬奥赛事和传统佳节巧妙融合 完美联动 打造一台欢乐祥和 喜气洋洋的元宵特别节目 元宵节当天 也是北京冬奥会第14个比赛日 中国选手苏一鸣将冲击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奖牌 朱易将角逐花样滑冰女子短节目 速度滑冰男子团体追逐赛中宁中严 莲子文 徐富将代表中国出战 北京向未来将继续围绕重点赛事 特约专家评论员做客直播间 解读赛场风云 普及冬奥知识 邀请相关新闻当事人亲临演播室 挖掘热点人物生活中的温情一面 生动立体地展现中国进而在场内外的真实状态 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 播出时间 2月15日1时9时30分 播出平台 湖南卫视 看点 本次元宵喜乐会由朱峰团队连续第4年单纲制作 等着效力全开的创作理念 晚会邀请了强大的新兴喜剧人 助阵与淫类节目 如天宇 史册 《大索》、张小斐、李雪芹等 题材新颖 直击民众关心的社会焦点、热点、组合阵容惊喜亮眼 歌舞节目也将推陈出新 唯美演绎 颠覆演出层出不穷 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焕发新生 另外在去年元宵喜乐会上大放异彩的喜乐社区 也会继续将出其不易进行到底 放大兴诉同台这一亮点 此次晚会正值2022年北京冬奥会各项比赛激战正憨之际 因此晚会也将用独特的方式为体育健儿们加油鼓劲 为他们送上最热情的元宵祝福 山东卫视欢乐元宵夜 播出时间 2月15日19时30分 播出平台 山东卫视 看点 晚会由国乐大师方锦龙和山东广电主持人王小龙 彭文新主持 延续山东春晚人民至上总基调 以灯火要青春为主题 通过热情洋溢的歌舞 诙谐幽默的语言类节目 展现元宵节万家灯火的节日氛围 以及新时代青春向上的蓬勃力量 晚会深挖传统文化艺术魅力 实力唱江宫琳娜和歌手早安梦幻联动带来歌曲上九天 用激昂振奋的中国风说唱 唱出中国航天人直冲太空的硬核实力和澎湃气势 方锦龙之子方宋平将与大威天龙乐团合作上演新潮国乐秀哪吒 葫芦娃和黑猫警长的运动会 带来童年回忆杀病为北京冬奥会奥运健而加油 安徽卫视元宵晚会 播出时间 2月15日21时30分 播出平台 安徽卫视 看点 安徽卫视的元宵晚会与其他卫视选择了错峰播出 播出时间定于晚间9点当 看电视的观众们要注意了 安徽的晚会风格以歌舞著称 同时喜欢使用观众认知度高的鼠里儿 今年的晚会演出阵容就以大批 耳熟能详的歌手主打如张杰、张亮颖、大张伟、赖美云、古兰蒂、杨和苏、孙楠、戴全、朱云龙等 东方卫视元宵特别节目 播出时间 2月15日20时25时分 播出平台 东方卫视 看点 东方卫视的元宵之夜推出 元宵特别节目新系冬奥 其中黄晓明与虚拟人互动 冬奥会上海分会场演出等节目备受关注 冬奥会上海分会场演出以冰晶雪花与生命花束为视觉元素 将上海的都市气质与冰雪运动的浪漫魅力融为一体 演员黄晓明将首次搭档《虚拟人物》国风晓明登台亮相 与另一个自己同台对话 此外 还将由李建皇博主大灵欢组合同台嗨唱 喜剧人沈腾、贾灵、岳云鹏、玛丽、宋晓风、文松、贾兵等 带来唱跳舞台表演 敬请期待 B站上元千灯会 播出时间 2月15日19时 播出平台B站 看点 这两年开始入局晚会的互联网平台B站 今年同样带来了元宵节的特别演出 上元千灯会 目前晚会嘉宾仍然是以B站的原创 创作者们为主体既有全量老师、俩大叔的功夫梦这类传统武术UP主 也有上戏416女团这类传统戏曲新翻唱类的UP主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B站的元宵晚会得到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的支持 当时,演员名单上就出现了入驻B站的戏曲演员张凯、孟广露、王沛宇等人 看来今年的B站元宵晚会或许会以戏曲作为主基调 江苏卫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